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耳鳴的自然醫療 我發現身邊上了少少年紀的人 都很容易有耳鳴 究竟袁醫生,耳鳴是否上了年紀的人才有呢 在甚麼情況下他們會有耳鳴呢 他們說得很對 耳鳴其實通常是跟我們那個年紀大了 一種退化有關的 所以很多人都慢慢地 都會感覺到開始有耳鳴這個問題 當然耳鳴很多 很多 一般來說 大概五個人有這個問題 但因為這個問題這麼普遍 我們很多時候都不會當作一種病 即是當作一種症狀 這個症狀很多時候 是跟我們的年紀老化 以及耳朵受傷 簡單我們都想知道 耳鳴的成因 但很多時候我都想說一下 很多人耳鳴不是太困擾 多數人知道他在這裏 如果你靜的環境就會感覺較厲害 但一到嘈吵一些環境 他都忘記了 有時候有些其他分心 都沒有問題 但當然有些耳鳴 聲音大到他都睡都睡不到 當然這個情況 就真的要處理 一般的處理方法 大家可能都聽過 有些人帶一些特別的耳機 耳機會製造一些背景的聲音 譬如海浪的聲音 在你空前外車 就將你本身耳鳴 慢慢遮蓋了 也有些人用低的噪音 也企圖掩蓋了本身耳鳴的聲音 但當然在西醫方面 有時候他會吃抗抑鬱的藥 和抗焦慮的藥 原因是有些人 因為這個耳鳴 導致抑鬱 耳鳴也導致他很煩躁 其實那些藥 說真的來說 不是耳鳴 只不過是令到那個人 對自己的耳鳴 是接受 不要那麼煩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藥 是主理耳鳴引起的情緒低落 或者耳鳴引起的焦慮和煩躁 好了 在自然醫療裡面 我們通常 重心就會看看有什麼營養 可能因為缺乏而導致耳鳴 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盡量 企圖 將內耳的血液循環 會改善他 因為一種說法 就是說 已經腦化了 開始血管癌化 如果血管癌化 如果去到耳鳴方面 當然會影響 可能會因此導致耳鳴 一般醫學上的假設 異 Alpha 對耳鳴很多種類型 在耳鳴有些是低沉的聲音 在耳鳴上面 可以提醒 Catalbo 也可以打發發出耳鳴 有些叫ável噓 亦可以發髒 所以耳鸣有很多类型 除了零声,有时吹口哨声音 有时吹声音,有时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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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鸣的声音有很多种 好,那我怎样看呢? 在传统现时的想法,耳鸣的耳鸣 很可能是耳朵受伤 曾经因为噪音很大声,工作上的声音很大 整坏耳鸣的神经 第二,很可能是耳鸣 耳鸣的耳鸣可能也有帮助 还有就是我们一般人 跟我们所谓的年纪有关 也有可能是耳鸣的骨 是变成形 耳鸣是传递声音的 如果从耳膜到耳膜 耳膜就震了中间的软骨 再进入我们的耳耳 这个骨可能出现问题 也会导致这些噪音 耳鸣的问题 还有就是压力 其实我都说白病 跟压力都有 某程度上有很大关系 亦都有牙咬的毛病 我们是TMJ 牙咬的毛病 牙咬始终有很多神经蟲 所以牙咬的毛病 其实可以模仿很多古灵精怪的病 耳鸣也是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神经线有肿瘤 Cranial nerve 尤其是一单边的耳鸣 我会怀疑 会不会跟头部的神经线 Cranial nerve 有关系 或者头部 或者颈部的肿瘤 还有成因 就是脑部受伤 或者血管硬化 高血压 这种叫做Meneer disease 梅耳病 Meneer disease 通常包括耳鸣 听觉衰退 和缓云 这三个症状 这三个症状 我们叫做Meneer disease 还有一种成因 可能是西药的问题 有些大量压时不灵 或者抗生素 或者有很多医癌的药物 很多癌症病人 都发现 他们很快就接受 那些症状 很强的化疗药 有耳鸣这个问题 还有去水丸 还有有一种 我们叫做Malaria 医療的药疾病 那种药物 这会导致耳鸣 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在同学疗化 譬如我们有时候 就发现 如果病人 因为吃了亚时不灵多 那我就会用亚时不灵 做出来的疗剂 是 以毒公毒 来到医癌 如果有时候 就因为那个 那个药疾的问题 那我用一些 医疗药疾的那些 疗剂 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那所以 整传医疗的医生 通常看 都是看那个 内耳的血液循环差 或者可能有没有食物敏感 那也都可能 腎上腺素 那个功能 是弱了 就是从而导致那个 那个耳鸣这方面的问题 那在自然医疗方面 我们都很注重食疗的 那耳鸣有些什么 可以吃得呢? 那我们通常呢 是 起码 吃一些 就是完整一点的食物 嗯 吃一些新鲜的那些 就是没有经过那些 就是 制造啊 那些 精炼的那些食物 是 这个最简单呢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针对一种食物 但是呢 是一个整体的 起码是 打到底下 是 那我们有些什么 针对性的处方呢? 那 或者我们都说 除了食物呢 除了针对性的医疗 我们还有什么食物 要禁忌呢? 是吧? 那通常我们说呢 有些人就发现 吃一些咖啡因的食物 就是咖啡 这类的食物呢 就会 会导致的 那所以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就自己要 要小心一点 那也有时候呢 我们知道 昨天也提过 其中一个就是 那个食物的敏感 所以呢 如果知道自己 有些某种食物的敏感 那我们就要在这方面 就是 要小心一点 好了 那你昨天又问我 有什么针对性的工具呢? 那我一向也有的 那在耳鸣那方面呢 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大家都听过 那个银行业 是吧? Gingle by Loba 银行业呢 因为银行业 就跟我们的白果有点不同的 这个 反而我觉得是 西方的草药的医疗 多个中医用这个方法的 那银行业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的 微循环 是 改善 那我们需要有一些工具呢 是改善我们 内耳的那些 血循环 那我就所用 用Gingle by Loba 那我用的什么呢? 用一些比较24%的 抽取 浓度 的银行业 那 用的分量呢 就一百二十个Mg 毫克 就一两次 那样 那你说科研方面呢 其实都有不同的研究 那有些研究呢 就觉得是有效 有些研究呢 就各个都一般的 但是呢 不妨呢 就是试啦 是不是 就是每个人的体质 有少少不同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 那第二种的处方呢 我们会企图呢 是用一些同类疗法的尿剂 是 因为同类疗法呢 当然呢 我们是一种的 是要针对性去用 那但是也都很很复杂的 那一会儿我会跟大家 分享一下 同类疗法呢 我们要考虑一些 什么什么的资料呢 那但是呢 给同类疗法呢 我们有很多些 就是简单一点的 复方 那将常用得着的 同类疗剂呢 就放在一起 那样 那大家都可以 那时候呢 都不妨试一试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 就是 专与 同类疗法的 的同类疗法医生呢 那这个就会帮助 会帮助好一点的 好了 那但是呢 我也和大家呢 就是简单一点 就是在同类疗法的医疗里面 我们对于医名的 如何去处理呢 好了 那我手上有一本书 是那个症状 它叫repertory 很多病的症状 以及有什么疗剂呢 就是这样看看呢 那个医名 就是那种 那种 那种 有八种的 一波八种的疗剂 哇 太厉害了 那所以如果病人跟我说呢 我有医名呢 那我就拗头了 因为呢 一百多只疗剂都可以医名的 成功医名的 但当然呢 要看哪一种 是吧 那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呢 就是辨证了 辨证 辨证 简疗剂 简单来说 那我就要知道 很多很多资料 那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在同学疗剂的资料库里面呢 我们是会怎样去尋求 什么资料 能够帮我们配合 配得好些呢 那首先 我们要知道呢 那个医名的时间 有些人的是 是下午的 有些人就是睡觉的 有些人就是 早上起床才有的 那就是一个是时间方面 有某种时间出现得多些 那有的总的呢 是医名 在什么环境 会有改变呢 比如那边的意思 就会有些环境会好些 有些环境会差些 那譬如呢 有时候呢 有些医名呢 是一个空旷的环境会好些的 那如果你知道呢 那就好少少了 那也有些医名呢 它形容呢 好像的远方呢 好像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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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那些 那些 也有些吹风 也有些是钟声 不好意思袁医生 这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氯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讯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是耳鸣的自然医疗 刚才袁医生跟我们提到 原来同类疗剂 是有很多疗剂可以处理耳鸣的 但是需要留意 有什么症状 我曾经也说过 有很多仔细的资料 很重要的 譬如有些人说 耳鸣 它是伸鼻涕才开始耳鸣 这个很有趣的 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资料 我们将疗剂由一百多只 就缩减到十只 从十足里面 减减到对就容易很多 尝一尝 耳鸣的声音 就像滚水那些声音 boiling 因为水好像在煮滚水那些声音 也有些耳鸣 就发现 如果把手指放在耳朵里 就会改善了 没有那么大声 如果你有这个症状 耳鸣治疗的疗剂 就由一百多只 选择到四只 有耳鸣 就会在吃早餐的时候 其他人的耳鸣 是当他呼吸的时候 也有些耳鸣 就像那些气泡 那样 也有耳鸣 就像一个气泡 就像爆破那种声音 当然有些耳鸣 最常见 就是那些时字声 也有些耳鸣 就像那些大炮那些 那样的声音 也有些耳鸣 就像那些猫在那样 在那里挂东西的声音 也有耳鸣 就是当你咬的时候 即咬的时候 咬的时候才会出现 也有耳鸣 就像雀鸣 这样的声音 也有些耳鸣 就咬咬咬咬咬咬 有些耳鸣 就是喝了凉水之后才出现 也有些耳鸣 就是发羊跳 抽筋之后才出现 也有些耳鸣 就是 如果你用手 盖住眼睛 那耳鸣 又会好些 这些是很古怪的症状 但在同学疗法中,这些是很重要的 有些声音不同 有些爆裂的声音 有些人像青蛙在叫 青蛙叫的鸭鸭声 有些耳鸣像打鼓的声音 有些耳鸣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说是咒 原来在吃东西的时候 有些耳鸣像爆炸的声音 有些耳鸣像当你一入睡时就出现 有些耳鸣像是很远方而来 有些耳鸣像是因为发烧才出现 有些耳鸣像是发烧的声音 有些耳鸣像是头痛 平时不会耳鸣的 但他头痛的时候 会同时有耳鸣 有些耳鸣像是比较多 有些耳鸣像 有些耳鸣像是因为头部受伤 原来头部受伤的耳鸣是一个耳鸣 就是一种耳鸣的耳鸣 有些耳鸣像是左边 也可能是右边 有些耳鸣像是当你睡平时才出现 有些耳鸣像是老鼠仔 在耳鸣的声音 有些耳鸣像是听音乐 耳鸣像是比较好 在我们的耳鸣的耳鸣 耳鸣的耳鸣有很多 有些耳鸣觉得自己有回音 说话后 又会听到自己的回响声音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病人 如果他能够说多一点点 当然一定要准确的声音 准确的资料 不要自己作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把耳鸣 用选择的耳鸣 就选择得比较准确 老实说 其实耳鸣很多人有 但是很多人的说法 都是觉得 我留心点静点就听到 不听的时候又听不到 所以在我们的同类疗剂的配药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困难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耳鸣 都会先着重 在营养方面 用什么营养普通剂呢 我刚才说 可以用银杏叶 因为银杏叶 传统上 都是帮助我们的微循环 有些老人家 有一种血液性的中风 突然间 认同自己的人 快死了 好像冥猛冻冻冻冻冻冻冻 relationship 我这些就是一种血液循环 最外导致这种轻微的中风 我们传统用银行业来处理 还有一个营养方面 我们就是用升这种微元素金属 通常有些人如果是升得足的人 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怎样去知道 你身体够不够呢? 有一种很简单的 就是用口味的测试 通常用一些新的溶液 就是升收块的那种 让你口中含一含 通常如果你含下升一日口 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味道的那种感觉 其实你身体也是有缺乏这个问题 如果你吃了之后 觉得味道也很浓的时候 那你可能是没有什么事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测试方法 用升的测试 看你对升的味感是强不强烈 从而知道到底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当然升是一种身体需要的矿密液 所以一般人就这样吃一下 没有机会做这些测试 其实都无所谓的 这些微元素是一般都需要的 好了 还有什么针对性的工具呢? 我就可以用那个Cocutin Cocutin 也是我们身体 对我们一向对心脏方面 那类的血液循环 心脏的力度很重要的 也有些人可能会缺乏 这方面的缺乏 比较低 那我通常用量就是一天100mg 就一天3次这样 好了 又另一个配方可以用得着 就是用尾 用尾就用250mg 一天2次去用 那记不记得我们上一集 前一集都有讲过 是关于尾油 那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人吸收尾油 吸收有局限 如果吸收太多 也会导致肚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 就上一次和大家讲解 就是有一种用油 其实其实真的是 绿化味来的 但是它的汁感 是好像有一种油立的 那可以试试用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 好了 那还有什么工具呢? 譬如可以用那个B12 B12 那我们用大概100mg 一天 来帮助 那我通常 我自己公司有一个配方 就是手污B12 嗯 那始终手污 也是一个 就是保神的 工具来的 那我又 也都是 然然益受 那 令到我头发 比较乌黑一些 那所以我们重量 我都用一些 就是和食物 接近多一些的 那 那最后呢 就是B12很重要的 那因为B12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的健康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呢 以上我们一起所说的几样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说的是 针对性的工具 那 那 当然 就是 如果你要用同样的疗法 你当我用一些简单配方 我们公司都有 那你不妨可以试一试先 就是一般同样的疗法 可能有一些伤口的疗疗 或者那些疗疗 那些疗疗是令到你的血液循环受影响的 嗯 那所以呢 这个配方里面 它又加这个疗剂 那这个疗剂 那这个疗剂 还有一个叫China South 就是这个配方里面 那China South 通常呢 我们是用来医那些 那些药疾病 Malaria 那些问题 其实呢 药疾病呢 是在很多国家都很多 的 譬如非洲国家 也都认为很多人死在药疾病 在印度 这些国家 那好 就在香港这方面很少 这种问题比较少些 这种问题比较少些 间中呢 我会有些病人来见我 都发现呢 他以前曾经有那个药疾病 那用西药呢 就化医了 那但是呢 就有个合围症 那些合围症呢 就是整个 时不时呢 是周期性地 就有化烧 那样的 那如果有些病人呢 就曾经是有药疾病 那接着呢 就拿药医过之后 那接着呢 就经常有耳鸣 那我就会考虑用这个 China South 那就是在我们同学疗法里面呢 其实辨证狮痣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方面呢 还有些什么可以做到呢 那比如有些人做足部反射啦 是不是 有个耳朵区的 那可以在那边做多些足部按摩啦 那中医方面 那里面当然也有用針灸啦 嗯 有些人用耳针啦 那也有中草药啦 大家都听过啦 六味地黄丸啦 很普遍的 那 那 有些时候呢 你都可以试试用中药的方法呢 去试试处理啦 那也有些人呢 就用那些冷雷射的治疗 那其实就可以简单来说呢 就是刺激那个血液循环啦 那如果你有机会找得到 这种的医疗都可以尝试一下的 那但最重要呢 就是那个血液循环啦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不要吃 就是用用那些 用那些微古丁的产品呢 就是 煙乳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吸引那方面呢 尽量呢 就是可免呢 都都质免啦 那就是 啊 那个耳鸣呢 其实是很常见的 是啊 那 就是我曾经说 五个人有一个人有啦 那很可能都 年纪大的可能都不似的 可能都比较比较多些的 那不是说一定要忍受的 那虽然有些人都习惯了啦 就是不是太过困扰 大家有些人都不理他啦 那但是其实已明呢 背后呢 其实反应呢 很可能呢 身体那个血液循环那方面呢 是有些障碍啦 那不如趁这个机会呢 就搞好身体咯 是不是 病向似中医嘛 是没错 谢谢袁医生 今天时间差不多啦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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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